本土疫情没有趋缓 接团客的参与业者是生意下滑 就连旅游业也是接到不少退订的电话 对于疫情所延烧的退团潮 拼帽协会就表示 如果民众因为居家隔离无法参与行程的话 业者就必须要退款 而至于业者们现在比较难为的地方 是有部分的旅客因为考量到疫情 所以坚决要退团 结果是让运期的开团人数不足 而旅行社为了避免要违约 所以就只好出团 那可能就会亏钱做生意 工作人员被料出餐 原本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忙翻天 但国内疫情不断升温 餐饮业业绩直直落 有街团客生意差更大 台南的知名饭店业绩已经滑落四成 4月5号 4月6号 清明廉价后面开始有疫情 开始爆发的时候 就比较明显有旅行社 或是小型的团体 就主动来询问或是要取消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明显的感受 实定服务区游览车格几乎空荡荡 观光旅游也大受疫情冲击 游览车业者无奈 退团旅客持续增加 民众各有看法但各地旅行团出团旅客减少成了不争的事实 手中电话接不完 打来的统统要询问退团 台东有旅行社业者说 出估影响约两成 接到退订已经一路到七八月 而在宜兰的饭店原本定房率达六成 现在也剩不到两成 疫情延烧出退团潮 拼保协会接获投诉案也增加 不过该如何解约退费 拼保协会表示若民众因居家隔离 无法参加 业者必须全额退款 如果是个人考量取消 则依出发日长段按比例赔偿 不过部分旅客因为疫情因素 坚决退团 旅行社预估的开团人数凑不齐 终究出团会拉高成本 等于做亏本生意 取消行程要负担饭店和交通的违约费用 根本进退两难 取消按照定型化企业 但是事实上付出去的钱 你是没有办法去要回来的 所以旅行社除了要负责 基本的管销 人事管销跟基本管销以外 他还要赔偿这些 无形中产生的一些费用 疫情不见趋患 原以为停过旅游寒冬 如今又有新一波挑战 要面对 记者综合报道